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突然像打开了一扇窗 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跟中国这个社会政治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你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列强国家 英国呀 法国呀 美国 这些列强国家我们不去讲 那么当然对他们非常震撼 使他们打开眼睛 耳目一新 那么就是西方那些小的国家 你比如说北欧三国 按照他们的理解 当时像北欧的像什么丹麦呀 挪威呀 瑞典 说这些国家呢 它的福源 领土不及中国一省 还不到中国一个省那么大 说去了这三个国家一看呢 这些国家国内是学堂林立 有很多学堂 街道宽洁 屋于整齐 街道很宽 很宽阔也很干净 这个房子也很整齐 是吧 轨道交通 翻船落益 就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北欧这些国家 一片的这个升级 彭国向上 他认为说这些事情 足以使这些 初始大 这些考察政治大臣 增无穷之阅历 就是以前没有接触到的 一看西方国家 这么发达 这么兴旺 是吧 他们就称赞说这三个国家呀 始有可以不摇之机 国家的基础非常稳固 有不摇之机 那么这个国土更小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不及中国一个大府 这个荷兰 说还没有中国一个大的府那么大 荷兰 是吧 居然呢 也能够侧居列强之侧 荷兰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也能够基身于西方列强这个行列当中 他说呢 其精化治理之方 正负灿燃可赌 那么也非常值得中国来借鉴 说荷兰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居然也能够是吧 在西方列强当中 有他的一席之位 是吧 说这些东西呢 正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也说这些考察政治大臣 出国之后 是吧 西方国家这种政治经济 他们的一些制度 他们的一些社会状况 引起了他们高度的一个重视 对他们思想振动也是很大 那么这个考察政治大臣 目睹了西方的这种欧风美雨 看到他们的一些社会状况 政治状况 社会状况 是吧 有两件事情 对于这个考察政治大臣影响非常大 哪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中国的近邻日本 本来是一个小的小小的岛国 是吧 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 仅仅二三十年 那么他们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列强国家 那么这个事实 那么对于新政府的震动很大 一个小小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 搞了预备立宪 二三十年就强盛起来了 那么这一个事情对他们影响很大 那么第二个事情 就是法国在1870年大败给了德国 当时那个叫做普鲁士 就是我们讲这个世界这个近代史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普法战争 那么法国在1870年 败给了普鲁士 败给了德国 那么但是不到三十年 法国就再次崛起了 那么他们就讲 说这个法国这个迅速的崛起 是吧 普法战争当时失败了 迅速崛起 良非兴致 他绝对不是一种侥幸的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是吧 为什么法国能够崛起 他们讲 说法国再次崛起 是吧 正是因为他们的做民气以赔国力 实根于政治之原理 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把老百姓这种政治热情鼓动起来 是吧 鼓舞这个民气 是吧 他们是有一个根本的 他实根于政治之原理 就是根源于他们国家的这种政治制度 政治之原理 就是他怎么样去发挥他的国家这个制度的这种优越性 调动起老百姓这种积极性 是吧 来增强国力 那么所有这一切就使得他们从一个感性上就体会到了什么呢 体会到了君主立宪政体这种优越性 是吧 而且他们看到君主立宪政体 风行于欧美 世界各个国家几乎都实行了君主立宪 看到了这么一种发展的趋势 那么在考察政治期间 那么考察政治大臣向戴空辞 端方 他们就表示 说美国是吧 他是以工商立国 纯用民权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说美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 那是不一样的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也不能够学习美国 他说但是美国毕竟是富强起来了 那么美国的富强呢 实非无故 他也是有原因 那么因此 他是讲说中国呢 也应该学习美国的一些优长之处 美国的优长之处在哪呢 就是他们也是有宪法的 那么这是戴空辞啊 端方 那么认为美国有些东西 虽然不适合中国 但是并不是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不适合中国 中国也应该呢 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 那么另外这个时候 驻英的公使叫做汪大谢 那么还有考察政治大臣赛泽 就特别的向新政府描绘了 如果新政府改行立宪政体 中国是一种怎么样一种美妙 一种非常美妙的这么一种前景 他们说 这次新政府派赛泽 去西方考察政治 西方国家的各种人士都非常高兴 西方国家这些人就讲 讲什么呢 说中国这个国家是文化最先 这个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都是很早 是吧 是一个文明古国 民物因父 地大物博 是吧 他说只要清政府能够提纲窃领 一变治道 感性郡主立宪政体 那么中国很快就可以呢 为全球各国之冠 就是说西方国家都说了 说中国历史很悠久 只要中国实行郡主立宪 中国很快就可以成为全球之冠 在全球进入这个前列 那么这个对于清政府来讲 也有很大的诱惑力 那么考察政治大臣经过了一年多 这种考察回到中国之后 像宰泽 端芳 戴红祠 上西亨 这四个人 那么就七次受到了慈禧太后 和光绪皇帝的接见 就是清政府本来派了五个 这个考察政治大臣 回来了四个 有一个人叫做李胜夺 他被留在欧洲 做清政府驻比利时的这个公使 那么说这个四个考察大臣回过之后 曾经七次受到了慈禧太后 和光绪的这种接见 那么他们在会见慈禧太后 在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的时候 他们都在讲什么呢 都在痛臣中国不立宪之害 即立宪后之力 就是讲中国不立宪 有些什么害处 立宪之后 有些什么好的地方 有些什么利益 那么戴红祠就明确的表示 清政府应该改行君主立宪 在改行立宪过程当中 即便是受到了一个大窗 受到了一些什么这种影响 也要不但艰难而造于城 就是不要怕困难 是吧 遇到了挫折 不要怕困难 一定要取得成功 那么宰泽 在给慈禧太后的一个秘哲当中 他的讲 说这个实行这个宪法 是利于国利于民 有利于国家 有利于人民 那么宰泽在这个秘哲当中 不断的 不但介绍了 实行君主立宪之后 具有皇位永固 外观渐轻 内乱可谜 这么三大好处 不但讲这些好处 而且宰泽特别讲 讲什么呢 他说奴才 就是他自己自称 是奴才 以属宗之 修器之事 与国共之 他说我呢 是皇室 是皇室清贵 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是相通的 是一致的 修器相关的 与国共之 他说如果说 我是盲目所见 对于这个利益问题 我没有自己这些真的好的看法 万不敢于重大知识 鲁莽尘言 那么他的讲 他说我之所以要求 秦政府要下诏书 下上誉 宣布要实行利益 完全是什么呢 是自己变观各国之后 我看了西方国家 对西方国家做了考察之后 是吧 刺激再新的一个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是我看了西方政治之后 对我确实是有很大的刺激 是吧 我是有所感而发 是吧 不是随便去讲话 因为什么呢 我的利益 跟清政府的利益 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么宰泽 他既是慈禧太后的一个亲侄女婿 那么又是清皇室成员当中的 一个比较干练的 比较能干的这么一个人 因此 宰泽所上的这个奏折 那么对于慈禧太后 对于光绪皇帝影响都很大 那么当时史料记载 就是说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完之后 都是大为感动 被宰泽这个秘蛇所打动 那么在这么一种历史条件之下 军机大臣对于是否改型 君主立宪这个事情 他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了 那么有的史料记载是这样说 书臣就是指的军机大臣 书臣与考证大臣之意见 以见归于一致 就是考察政治大臣 出国考察政治这些大臣 和国内的掌握清政府重要权力的 军机大臣 他的意见已经归于一致了 于是 清廷立宪之意已决 清政府准备要采取 这个君主立宪这个办法了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清政府就命清政府的 这个大学士军机大臣 政务处大臣 以及直立总督袁世凯等人 共同的去 阅读考察政治大臣的一些文件 商讨清政府是不是要实行君主立宪 怎么样实行君主立宪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那么在讨论清政府是否实行君主立宪 这个会议上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 围绕这个问题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这次讨论呢 争论了两天 那么到了1906年的9月1号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是这样讲 现在世界各国交通 所谓各国交通 是指的各国家都要互相联系 那么建立外交关系 相互之间的关系 联系日群密切 那么各国之间的呢 这种政治法度 皆有彼此相因之事 就是说各国家的这种政治制度啊 它的一些法律制度啊 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有共同之处的 就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 是吧 这个国际形势就很危急 如果清政府不赶快实行变法的话 上无以成祖宗剔造之心 下无以为陈述至平至望 清政府在这个危机的情况之下 要必须进行变法 那么他讲 说中国现在之所以 是吧 总是这么贫弱 是吧 不能够强盛起来 原因在于什么呢 原因在于这个上下相魁 内外隔膜 上下之间 是吧 不通气 内外隔膜 这还是讲 中国这社会制度上有问题 他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负强 实由于实行宪法 西方国家为什么负强起来了 由于他们实行了宪法 实由于实行宪法 取决公论 军民一体呼吸相通 西方国家为什么强盛起来了 实行了宪法 是吧 人们有什么意愿可以表达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有什么意见呢 是取决于公论 大家是一种什么意见 少数服务多数 是吧 军民一体 不再是军民对立 那么因此清政府的决定 是吧 要参用各国惩罚 妥意立宪实行期限 参考西方国家的宪法 来制定中国的这个这个立宪的一些办法 是吧 通过这些 来进行变法改革 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机 那么清政府确定的 实行立宪的一个原则 很重要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大权统于朝廷 大权还是归朝廷 书政 共主舆论 就是一般的朝政 要听一听一般民众的意见 书政 共主舆论 那么这样呢 这个仿行君主立宪政体 被清政府作为一种基本的国策 以上欲的形式加以肯定 确定下来了 那么这个确定呢 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是吧 就是以上欲的形式 明确规定 中国以后要仿行君主立宪政 那么几千年来 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至善尽美 是吧 这个天经第一的 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不但遭到了资产级革命派的否定 遭到了资产级立宪派的否定 是吧 那么封建统治基 自己也开始公开的承认 原来这封建专制制度 它是不完美的 需要改变的 是吧 那么这一点 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 那么它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它是极不情愿 去承认这一点的 那么但是无论你新政府 统治基级成员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承认这一点 那么改型君主立宪政体 已经成了一个大势所趋 因此这个新政府在这个时候 他同意改型立宪政体 那么是多种原因的一种压迫 可以说呢 它是一种万门无奈的政治选择 那么中国改型君主立宪政体 毕竟是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 一个重大的深层次的一种改革 它不是一般的改革 不是像洋务运动那样 是吧 引进西方的一些船炮 引进西方的一些机器 或者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 是吧 它是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改革 那么既然是一个深层次的政治改革 那么这种改革 无论是对于清王朝而言 对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阶级而言 对于清政府的一般官员而言 都必将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每个人 统治阶级的成员的每个成员 影响都是很大的 那么因此 当改型君主立宪政体 从最初的人们的一种空谈议论 或者理论上的议论 发展到准备要实行 进入一个实践阶段之后 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 是不是需要改型君主立宪政体 就分化出了不同的政治派别 那么据我看 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这么三个政治派别 一个是比较激进的速行君主立宪论者 主张尽快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我把它称作叫做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就是主张要实行君主立宪 但是速度要缓慢 那么第三部分 就是完全反对改型君主立宪的人 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称作叫做封建顽固派 那么出现了这么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那么这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就伴随着中国国内政局 它的一个变化而不断的发生变化 就是这三个政治派别 那么他们的人员 他们的态度 随着国内外政局的变化 一直在不断的在发展变化 那么在清政府内部 就是坚持应该迅速 赶快实行君主立宪的官员 他的思想比较激进 要清政府尽快地实行这个君主立宪 那么这部分人 大多数是一些清政府的驻外公使 像我们所讲的孙宝奇 王大谢 胡威德 梁成 等等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就是驻外的公使 那么另外 还有出阳考察政治的大臣 像这个宰泽 戴公辞 端芳 李盛舵 包括后来的达寿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人 就是那些出阳考察政治的大臣 那么还有第三部分人 就是地方总督 或者巡抚 像袁世凯 像端芳 李经熙 承德权 西梁等等 有地方都府 那么第四部分人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朝廷当中的一些权贵 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 你比方讲 像庆秦王一匡 是吧 像徐世昌 像张百熙 是吧 等等 那么这部分人 他们主张亲政府要尽快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肃行君主立宪政 那么第二部分人 就是他们既看到了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乃是大所躯 必须要实行君主立宪 但是他们认为亲政府要缓立宪 速度要慢 否则亲政府就会失去对于时局的控制 担心如果尽快的实行君主立宪 使得亲政府不但没有得到他的一些力 反而会受到他的一个害 主张亲政府要按部就班的缓慢的立宪 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 大多数是朝廷当中的权贵 你比方讲 像军机大臣 徐鸿基 包括你比方像满族的一些大臣 像荣庆 铁梁 等的人 那么还包括像一些汉族的一些大臣 像什么林少年 这个孙家奈 这都是清方朝的 这个中央朝廷的一些重要官员 那么除了朝廷权贵之外 那么还有一些 这个亲政府的一些御史言官 你比方讲像赵秉林 王成熙 也有些御史言官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总督或者巡抚 那么持缓刑论的这个地方 总督或者巡抚 有 你比方讲张之洞 你比方讲陈奎龙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主张亲政府 既要立宪 但是不要马上立宪 速度不能够快 主张要缓刑的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人 那么第三部分人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 就是那思想 非常的顽固保守的 这么一部分人 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 是有害而无利 或者叫的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因此这部分人 就是从根本上反对亲政府 实行君主立宪 说亲政府不要改 亲政府原来的这种制度 都是很好 不要进行这个政治改革 那么持这种完全反对亲政府 实行立宪的那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亲政府的一些监察御史 六个科的监察御史 利护李冰行公六科监察御史 比较著名的像胡思静 很有名的一个御史阎官 思想很保守 像胡思静 刘汝记 文海 报新增 等等 就是顽固反对实行君主立宪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御史阎官 那么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总督和巡抚 你比方讲 像陕干总督长庚 还有生云 那么这都是满族人 那么也有些汉族的地方总督 你比方讲两间总督张仁俊 他们都是属于那种顽固反对亲政府 实行任何政治改革的这些封建顽固派 那么这是我所讲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亲政府在1906年9月 正式确定了改型君主立宪政体的这么一个决定 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亲政府内部出现了主张塑形君主立宪和缓形君主立宪 还有完全反对改型君主立宪的这么三个政治派别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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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